记者洪素京台北报道,被周玉寇视为行政院高颜值院长的赖清德,今早是周玉寇广播节目《寇寇早餐谈论》上任三个月以来的感想,对于以利益修造成民怨四起,赖清德表示若要保护劳工,因理性看待,强调不后悔推动以利益修的劳基法在修法,他也不认为自己在方前院长林全收懒餐子。 赖清德常谈上任甘苦谈,HIT FM提供。 另外关于功德院话题,赖清德认为让年轻人表达意见,觉得年轻人搞QDO创意,OK。 至于是否要法办,赖清德表示政院已清楚表明立场不以为意,赖清德强调大家对于他的功德说有所误解,表示马英九执政时期的长兆一。 零薪资低,工作类,照护人员没有成就感,报仗问题多,但到现在蔡英文政府的长兆二。 零薪资从原本的两万多,提高至三万两,三万五,甚至三万七,以解决薪资问题。 没有不管薪资低,不照顾这护员。 赖清德谈功德说认为大家误解了,HIT FM提供。 赖清德认为当医师解决病人疾病痛苦,医师是既是救人功德一见。 而这个行业本身在照顾老人,失能者,身心障碍者,本来就是在做功德。 他也提到媒体从事人员也是在做功德,不辞辛劳揭发社会大小事情。